凱米颱風重創中南部 總統賴清德持續勘災行程 前往屏東九如東港 下令全力協助 讓農損傷害降到最低 連日視察中南部重災區 賴總統的第一站 是到高雄和市長陳其邁同框 面對極端氣候帶來的降雨量 日後的排水挑戰將是首要任務 台方政治學首長決策 呈重中之重 TPOC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蒐集7月23號到25號網路數據 廖都首長總聲量由台中市長 盧秀燕亮度來回美國 成功製造話題奪冠 超過三萬九千零三十一則聲量 網路聲量好感度則由桃園市長 張善政拿下第一 高雄市長陳其邁拿下第二 外界分析高雄退水 比對照備廣發或不少市民肯定 葉爾醫師在臉書發文 在自己從北高雄開車到南高雄 大馬入侵的乾乾淨淨 全世界有能力又連結的政府有多少 高雄絕對是優等生 市長跟陳其邁市長建設了 相當多的一些的赤紅池 特別是在消費狀況快速的許多 27號上午高雄黎明服務站 由志工協助市民取水令物資 台方過後除了協助民眾清理家園 面對下一次災害衝擊如何降低傷害 成首長們的最大考驗